年底最后倒数计时了 这次台北市府也宣布了 看到跨年晚会所有登台卡司 不过近期传出一次本土案例 甚至多达15例本土案例的话 就必须要停办 官传局则强调 所有防疫都依照指挥中心的规定 那么依照目前的秋农专案来说 户外空间就是建议戴口罩 但预估当天晚上人潮会太多 因此呼吁了 接下来参加的民众 你最好防疫工作做好做满 我假反应戴上去 我就开始唱 就立刻 没错 唱起来 因为你们站远一点 也看不出来 谁是天不正 谁是露露 很敢说 看得出来 实在太想开心当露露笑声 自己绝不放过跨年能唱歌的机会 再度大当黄子娇 这黄氏组合 要扛今年的北市跨年主持 我一直被笑说 是全台湾最保暖的主持人 那我破除这个谣言 是你 过了12年之后我就有 哎呦 当晚登场的嘉宾 包含500 肖静腾 周兴哲等13组大咖 剩不到一个月 黄子娇却坦言 有些不安 不到上台前 我都不相信会举办 可能真的要站上那台 那个台的时候 才确定 才踏实 才确定收得到钱 对 谁请期 毕竟入冬后 疫情更活跃 加上近期再传 这张台上一次是本土病例 那官传局会不会升级防疫标准 抽筒防疫的专案部分 在户外活动部分 是尽量劝导民众能够佩戴口罩 所以我们目前并没有说 强制说民众来参加 我们跨年晚会 一定要佩戴口罩 那事外是以宣导为主 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戴口罩 注入口确定无法管制 指挥官陈时中 这话也说得很严肃 以目前北市府定的标准 只要在活动前一周出现 多达十五例 本土病例 活动就会取消 要是真发生对周边商家影响恐怕不少 像依照去年的经验的话 其实我们的量应该是假日的两倍 比假日再多五成的人力 其实还是会有影响 因为如果说不举办 变成是这边相对就不会有什么人潮 不止主办方 店家们也积极部署 这防疫毕竟得采取最高品质 难得能举行户外大型活动 可千万必有闪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